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宜言 今天跟大家分享IT50搭配大CP的战报 其实这组搭配在很早之前就有人建议了 但是用的王国真的非常少 就包括我今天拿到的报告也是非常少 大多数人还是用大CP拿去野战居多 我第一次看到IT50搭配大CP的战报是在412的战场 由于那个战报是从直播那边拿到的 我也不清楚那个直播是什么时候的直播 我开过太多场了 不过在那个时候我已经知道了有IT50搭配大CP这个搭配 后来也是有不少玩家推荐这个搭配 但是没有看到多少个王国使用这个搭配 另外一个华人主播阿奎拉 他也是强力推荐IT50搭配CP这个组合 在他最新的影片也是可以看到IT50搭配大CP的报告 表现还算不错 但是看到这两个报告最后集结方式没有什么病了 刚好我有一些观众他们的王国正在打KVK 就有用IT50搭配大CP来做住房 第一份报告是用贝特朗搭配10级做集结 这份报告打了接近4分钟 集结到后半段是有被围殴的 消息掉 金珊珊搭配亨利的集结打了三分钟 最后是没有人补兵 也是一样经珊珊亨利打了两分钟的报告 住房方到后来有被围殴 经珊珊亨利几节报告 要塞没有被围殴 后来换了布迪卡皮搭配亨利 这份报告打了三分钟 住房有被围殴 布迪卡达被围殴 集结三分钟 布迪卡亨利集结三分钟 老实说我收到的报告真的很少 在刚刚的报告中你们应该也发现到有些人的装备其实并不太好 并没有全专属 只能给大家作为参考 以上的报告大多数都是单集结的情况 假设说是双集结的情况 这个集结也是会死掉的 这里刚好有一些双集结的报告你们可以自己查看 在现在的版本不管你用什么住房都好 被双集结也是一样亏的 并不代表IT物丝大CP这个组合不行 我在外国讨论区也是有找到IT物丝搭配大CP的组合 双方的装备都是有专属并且已经觉醒了 再加上他们并不是在英雄战阁里面打 所以没有驻地技能的效果 这两份报告参考价值会比较高 大多数玩家比较认可用金山山搭配亨利 为什么会有一些玩家会用布迪卡来搭配呢 IT物丝有沉默控制的效果 刚好布迪卡的觉醒技能是可以去除掉控制效果 在战斗日之中也是有显示 IT物丝触发的技能会有沉默效果 刚好就被布迪卡免疫掉了 至于大CP的第三技能 虽然他做集结跟达成是没有办法触发到 但是他做住房的时候是可以触发到的 毕竟集结队伍就是部队 加上他自身有AOE也是可以少到旁边一些队伍 所以大家可以尝试一下这个组合 除了执诺比亚IT物丝这个组合之外 还有另外一个选择IT物丝大CP 那肯定的这个组合并不是万能的 也不是说完全可以抵挡到任何一切东西 双集结依然是不能挡着 也是没办法放混兵进去 必须要全村兵 我相信近期大家应该也是看到不少 关于李顺城搭配的组合 像芝诺比亚搭配李顺城 或者是IT物丝搭配李顺城来做住房 我看到大多数的住房报告有搭配李顺城的 目前来说是已经不太行了 报告几乎都是亏的 不管是骑兵的阿提拉斯基组合 或者是公兵的金山上亨利组合都没有办法抵挡 有兴趣的观众或者是完全没有看过我之前发过的影片 可以看回去我之前做过的影片 我有发过两期亨利实战集结报告 但是我相信大家都知道现在的版本来说 住房真的是太弱了 不应该说住房太弱而是集结太强了 至少让一些玩家知道其实大CP也是可以拿来做住房的 不过到最后到底有多少个王国肯用IT物丝搭配大CP来做住房 我这个不敢肯定 我们总得要发掘到一些新的组合 就像之前的阿提拉斯基 大家都认为阿提拉不应该搭配一个技能的统帅 因为阿提拉自身的第三技能关系 伤害会降低30% 大家都没有预料到这个组合到后来会变成现在的集结主流 在之前我有推测过新的领袖统帅会等到8月最迟9月才会出现 在那段时间之前至少还有一个月多的时间你都必须要住房 除非刚好这段时间你都在休息并没有在打KVK 这样就不需要担心住房的问题 可以静静的等待第六代领袖统帅出现 看是不是住房统帅可以拿来搭配现在的统帅 能不能扭转现在住房的趋势就只能看他们了 那你们对于这个组合有什么看法呢 你们觉得IT物丝搭配大CP这个组合可不可行 你会选择用这个组合吗 或者你们有什么其他的意见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